這次一定不會大二門的 美麗小聲 上一次贏過了 有個好檔巴阿道 四歲 當打 為什麼不打拼呢 Hello 各位Petersen的支持者 記得Subscribe 就是這個訂閱 點讚和like我 還有按鈴鈴 還有 這一段時間 香港馬會 上個星期我提到 那些投注額 比較下降 他們會有點惆悵 但相信最惆悵的就是 騎士的方面 因為騎士 沒有了莫尼拉 也沒有了田大安暫時 只有22個騎士 若然有停賽的話 真的會罵 騎士方 有一件事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會替他們急 但是 馬會不會太急 因為我相信 在歐洲方面 尤其是 英國 他們如果跑完 平地賽事 到差不多 11月中 就會有很多騎士 可能會肯來 客串 三兩個月 可以救急 嚴霓之急 暫時解決到 加上 法國方面的騎士 肯定是沒有問題 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可能馬會 沒有我們 太過怕青的馬迷 或者平馬人 這麼急 他們心裡有數 因為 22個騎士 香港最多一場 的賽事 就是14個騎士 換言之 8個騎士 會突出 但是 如果有停賽 或者受傷的騎士 就是比較 會緊張一點 邊走邊射 最重要就是 掛著 給一些好的資料 給大家可以博彩得利 所以我 逢身是星期五的情形 我要等馬會 譬如跑星期日馬 馬會通常 就是要星期五 下午四點半左右 之後 才會有 所有出賽馬匹的 綁 就是他們的過緣綁 會告訴我們 知道匹馬 是輕還是重 是有 對我們 給我們提示的有利 因為 如果匹馬太重 就是不fit 太過輕 就更死 因為輕的情形下 所以馬 尤其是跑到短途 一定 跑到最後 就算是領先 都會落後 如果是後上的馬 更加想 在後面 蓋上來 是蓋不切的 所以 綁很重要 和賠率一樣 雙雙都是重要的 但是賠率要真的 到跑馬前一天 下午12點才知道 還有那個數字 那個sample 都是很小的 所以 出個賠率出來 不是表示一定可以令到 很多馬迷知道哪個馬有賭 哪個馬是有人落著的 因為通常在跑馬前一天 那個賠率 大致上都是大約15% 這是最後的賭注額 反而馬的磅數 其實是相當重要 所以 我這個星期 星期五 才錄我的影片 不是說星期四 一出了 是排位表 就馬上做一些提示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贏 因為太早做 那些提示就不會太準 在馬迷 星期日的賽事 我會介紹五場的賽事 首先第一場的介紹就是 第三場的賽事 第三場的賽事 是介紹二五九十四 第二號 就是同聲同氣 這筆馬 羅富全今年知道賽克漢組 他及早已經拿到好成績 他現在暫時是 Frankie Law 即是上屆冠軍 他其實 雖然上屆拿到冠軍 但是他的子彈也有很多 所以 他現在只欠高東尼三場 現在暫時排名第一 就是高東尼有十場 而賽克漢也有八場 第三場是 第四班 跑到千四 同聲同氣 這筆馬就是羅富全的 排的檔就是麻馬 同聲同氣 但是跑了兩次 都是第二名的 這次就是增情 我相信羅富全 了解到為什麼他敢增情 因為可能筆馬 根本是比較長途的馬 同聲同氣 然後第二筆 就是潘頓拿來騎的五號馬 五號馬就是洪龍 洪龍排到八檔 是OK的 蘇惠賢的馬 這次潘頓拿洪龍來騎 因為他通常不是騎這筆馬 但是他肯騎這筆馬 蘇惠賢就不給何澤搖 可能洪龍馬主 希望搏贏 所以第二筆我介紹就是五號的洪龍 好了 然後就到九號的桃花多 高東利這一筆桃花多 就是比較稀威心騎 因為稀威心上一次在第五十八場都贏過 跑第一的 也是跑千四 想這個是添食 不過這筆桃花多 就是媽媽 是十三筆 還有一部分 在這一場是輕綁一點的 十四號馬 領航轉旗 潘明輝 騎 班特麗最近騎一千四 在第七十四場 不是 是泥地 在第七十四場 泥地還在一六五零 是跑到第四 是最後才是 就是 那二百公尺 是沒有到尾的 所以這次減少了 二百五十公尺 看來跑這個草地會更好的 就是領航轉旗 所以 第三場我介紹四筆就是 二號 五號 二號就是同聲同氣 五號就是洪龍 九號是桃花多 和十四號的領航轉旗 由第三場一跳就跳到第五場 第五場我介紹 因為這場馬 出馬十四匹 很亂 我只是介紹一匹 是馬給大家 可以玩這個 一匹 就是六號的馬 六號馬 排得當中不是那麼好 但是會得來賠率的 就是龍騰飛場 梁家俊 梁家俊 騎了 這匹馬 他都騎慣了 所以 在第四十二場 在第十三場 梁家俊 都騎過這匹馬 龍騰飛場 這匹馬 是相當重磅的 1209磅 比上一次加了1磅 這匹馬 就是沒有差度 沒有減磅 最重要的主要 跑一千公尺 撿到十二檔 那一匹三匹 或者哪匹買呢 這一匹我就是覺得 不要想那麼多了 就是玩一匹三匹 或者玩哪匹 就是 因為跑一千公尺 這匹五翠馬 第五場 六號的龍騰飛騰一匹 介紹完就是 第五場 到第六場 有四匹 換言之 如果你龍騰飛騰 第五場 你可以買六號做 第五口媽寶 六號做頭關 次關就是 第六場的 一四六十一 一四六十一 那就是第六場 我介紹四匹給大家 一號馬 因為第六場 是第三班 跑一千六公尺 煽怒之聲 高東尼 繼續給他的 這個建築生 有十磅減的 鍾液麗 騎了 鍾液麗 鍾液麗 其實這匹馬 就是兩次都騎過 兩次都是跑第四 那這匹馬 今次就是 只是輕了兩磅而已 那就不是說 太過離譜 所以 跑一六零零 軍速 這匹馬 憑著輕磅 可以捱到位置回來的 另外一匹就是 隱形翅膀 隱形翅膀 就是姚本輝的馬 就抽到一個很漂亮的檔 蘇兆輝騎 蘇兆輝也曾經騎過 上一次 這次仍然是由他撿薑 匹馬重了兩磅 是好事來的 然後就是6號 疾風明驅 蔡若翰的馬 就是 撿到一個一檔 賀兆輝 仍然是他騎發 因為這匹馬 蔡航 全部給了賀兆輝 這一個就是法國的騎師 歐洲騎師 是執薑的 疾風明驅 賀兆輝 自己已經熟悉這匹馬 這次又重了17磅 認真好 是吧 6號 是這場的第三匹介紹 至於 還有一匹 輕磅一點 如式重複 升了上來 去三班 這匹四歲馬 如日方中的四歲馬 就是 沒有減磅 沒有重磅 跟上一次的跑第二一樣 這次只不過是 巴西騎師蘇兆輝五騎 由另外一個巴西騎師 波見士騎 看看波見士 這匹馬 我相信他 錄檔 放在前面一點 就會更好 所以第六場介紹 四匹就是 1 4 6 和11 第八場馬 其實我都有一匹 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玩winplay 就是重草盛名 這匹馬 勝在現在 比馬房更好 那匹1號的福日 好處 好處 因為福日 就是 要揹135磅 但是重草盛名 就是揹13磅 稀威心騎 重草盛名 這個檔 就是在正福日 是隔離的 六檔 福日 就是7檔 所以我首先 第八場馬 我就喜歡 重草盛名 因為可能 就是 連馬師 就算雙龍出海 都是這匹 出過一次 warm up 有好處 而這匹馬 也是 四歲了 大了 重了 這次又再重多 是4磅 另外一匹 要介紹 就是 介紹完9號 重組成名 要介紹8號 的 就是金鑽貴人 金鑽貴人 這匹馬 就是 潘頓 幾帶都不放手 這匹馬 最近 是 8次 都是跑到 有5次第一 就是 1次第2 1次第3 1次第3 7次 7次 裡面是 5次第1 1次第2 1次第3 成績 是相當好 不過 匹馬 是兩邊都可以 OK的 沙田 是法律局 所以 有些人認為 熱門 可能金鑽貴人 會熱過 重草成名 這條 Q 如果買 就不要買 PQ PQ 我想只有3倍 正Q 可能有8 9倍 還有一匹 三重彩 要撐上去 就是 韋小寶 就是 11號的韋小寶 班德里奇 五彭志 有鬥志 所以 這場馬 看起來 輕綁那幾匹馬 是比較好 OK 至於 腳 我也是介紹 12號 輕綁的 蔡明肖 希思的 街運財 12號 所以 你說 如果買 Dine Win Pay 我就重組 成名 勝在 當好 和中心 至於 如果買 三重彩 四重彩 和連勝位 一定要有8號 金鑽貴人 11號 韋小寶 和12號 街運財 換言之 這場馬 因為 國際二級賽 不是平綁的 是讓綁的 所以 都是介紹一些 輕綁一點的馬 尤其是 重綁的馬 不如留力 今次一場 重當 這個 操 希望 到11月 和12月 更多獎金的賽事 接下來 才去 去搏殺 因為 福日 年紀大 從早成名 是 兩歲 大家都知道 福日 就是 高伯新 的 外區 當然 從早成名 也是他另外一匹外區 還有一場 我介紹的是 第九場 第九場 第三班 跑千二公尺 介紹的是四匹 第一匹是四號的馬 齊天大勝 馬雅 鬥志好 通常有些賠率 而是練馬師 五憑志 亦都是 鬥志好好的 所以 霍宏星騎過這匹馬 贏了千二 這次照把溫千二 比馬雅騎 馬雅騎公 不會差到過霍宏星的 OK 另外一匹是五號的綠色有料 潘頓拿來騎 須偉賢 在星期日的賽事 是有兩匹馬給潘頓騎的 就是 紅龍和綠色有料 還有一匹 就是安彩 但是安彩那場馬 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我喜歡這匹 綠色有料 只是當不好 潘頓騎 蘇惠賢 五號 綠色有料 還有 8號的美麗笑聲 這匹馬就是四歲 經常都有表現 在去年季尾 不是去年 因為今年七月季尾 巴雅騎 跑第三 跟著 就落地 大二門 二十多元 這次一定不會大二門 美麗笑聲 因為 上一次贏過 很多人想著 未必臨莊 但是覺得 有個好當 巴雅騎公 四歲 當打 為什麼不打 是不是 那就是8號 OK 另外最後一部分 介紹 就是第四部分 介紹 第九場 就是維港智能 沈澤成的馬一出 就22元贏了 這次又是給潘明輝騎 現在我們香港那些年輕的騎師 潘明輝 或者 好像梁家鎮這些 他們是不會 不會 騰雞 熱門 照殺 如果噴馬一出 所以第九場 就介紹 四號 齊天大勝 馬雅騎 五號 綠色有料 潘頓騎 八號 美麗笑聲 巴道騎 還有十一號 維港智能 潘明輝騎 這四分 希望大家 星期日 多贏 拜拜 好 哪 爁 爹 爹 爹 我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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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